北盟有一次偶然的在监狱的浴室门口 看到了一张认诗启示 打这儿就油然而生一个念头 纹身真是太有用了 那是一个新帖的告示 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 在某某市某某村的池塘里头 发现了一句无头男尸 能认出尸体身份 或者知道这件事情的犯人 请积极举报提供线索 监狱将会予以奖励 旁边还贴着几张图片 那么这图片上是从不同的角度 拍着一具无头尸体 湿淋淋的 看起来像是刚从池塘里捞出来一样 北盟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 觉得新鲜 站在边上盯了半天 跟他搭班的老田见多识广 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手里盘着俩核桃 从北盟身后带着几个犯人推着犯车 就回去了 北盟的赶紧叫住他 天大 监狱里还有这玩意儿啊 多的是 犯人都是拉帮结伙的 蛇有蛇道 鼠有鼠道 公安没有线索的 指不定就藏在监狱里了 就好比这个 他顿了一下 抓起北盟的手腕 另一只手捂住北盟的脸 你就说 你要是哪天死了 头被人跺下来了 谁能光凭这手和脚 还有这肚子和 听着天大往下说 北盟赶紧制止住他 他呢 不以为意 又上下打亮了北盟两眼 你就说吧 没了头 谁能认出那尸体 就肯定是你的呀 北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心里脑补了一下 自己没有脑袋的 一具光溜溜的尸体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寻思着还真是这样 没了头和脸 光凭体态认人 再熟悉的人 也没有敢打百分百包票 说这就是我的谁谁谁的 所以呀 基层办案难 小郑啊 你看啊 尤其是那种小县城啊 什么村子里的呀 出现了一个无头尸体 警察压力就大了 他们要求可是命案逼迫的 连尸体死者是谁都不知道 上哪破去啊 那就靠这个模糊的照片 监狱里有人能认出来 哎 我说你怎么不开窍呢 老田叹了口气 走过去 用手戳了戳那个照片的下面 看见这玩意没有啊 北盲凑过去仔细一看 才发现关于尸体的描述中 还有一段 死者手腕上 闻着一只青色蝎子 胸口闻着一个爱字 靠纹身呢 这种无头尸体上有纹身呢 就是最重要的线索 你认不出人 你还认不出纹身呢 蝎子 爱 这尸体是杀普爱罗呀 什么 啥玩意儿 啊 没什么 没什么 没想到纹身还这么有用呢 那倒是平时看着跟二混子似的 这时候啊 倒真派上用场了 老田呢 哼哼了两声 没在理北盲 疑疑然的盘着核桃带队就走了 他这话说的 北盲倒是只同意一半 监狱里犯人见的多了 还真不是所有纹身都跟二混子似的 纹身也有级别 有时候啊 光看一个犯人身上的纹身水平 就能大概了解这个犯人在外头的社会地位和素质水平 犯人纹身里最下等的是文字 手腕上啊 脚腕上啊 胸口上啊 背上啊 歪歪扭扭的啊 闻着一个青色的什么爱 什么恨 什么人 是吧 或者闻个人名 甚至还有闻歌词的 北盲就见过一个 胳膊上闻着一排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看着就是一有故事的老大哥呀 其次呢 是文图案 花鸟鱼虫图腾文章 千奇百怪什么都有 这玩意儿很看纹身式的造诣 可惜监狱里犯人的纹身呢 大多都是路边小店的水平 要说纹身里边 十条蛇里边 有八条纹的 就跟那扁扁似的 是吧 就那样的 你就看起来啊 毫无杀气 还有那么一丢丢 小猪配骑式的可爱啊 闻花壁的呢 就稍微厉害点 大部分可以脱离 混混这个层次 而是真的黑恶势力分子 也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当然也有例外 北盲见过一个 闻着两膀子打花壁的 满脸的横肉啊 青面獠牙 看面相 起码得判十五年以上 结果一问 近来的原因呢 是行贿罪 本人不抽烟不喝酒 是某短视频平台的 小视频up主 闻花壁 就是为了装黑社会 骗点击量的 比花壁更高的层次啊 据说呢 有真的黑帮大佬 效仿日本黑道 闻一身的猛虎修罗 二爷青龙 反正啊 北盲是没见过 就听老民警 吹牛的时候 提过几嘴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醉牛的纹身 叫做天眼 因为别的纹身呢 你纹了也就纹了 衣服一遮 谁也看不见 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可天眼这个玩意儿 一辈子挂你脸上啊 是奇丑无比 又土又花 敢闻的不是真的勇士 那就是真的憨憨 是吧 北盲手底下 就关过这么一个憨憨 那人呢 叫阿杰 1994年出生的 身高一米六八 体重一百一十斤 是个地地道道的 街头二混子 北盲见到他的时候 他低着头 穿着宽松的 蓝白条的球服 头皮剔的是赠光马亮 看上去老实巴交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北盲脑海之中 就总浮现出 他穿着小皮衣 紧身裤 顶着一个锅盖头 踩着一双痘痘鞋 骑着小电瓶车 在街边上点着烟 撸着串的这个样子 大概这就是气质 油然而生的气质 他那瘦瘦小小的 很有些畏畏缩缩的气质 咪缝眼脸上呢 带着一点雀斑 原本是一张放人堆里 谁也认不出来的大众脸 可偏偏在他额头上 闻了好大的一只天眼 那是一个竖着的眼睛 贯穿整个印堂 上边到发极限 下边到鼻梁根 颜色呢 是星红色 本来呀 就已经够吓人的 偏偏在周围 还勾勒了一大圈 青色的火焰 几乎把整个额头 都站满了 不客气的说 就这上半张脸 不用勾脸谱 都能去戏台上唱两句了 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见他呀 就总想起来 小时候看过的 西游记后传里边 那摩罗 就那 我欲称仙 快乐七天 就就就那个 打一架 一个镜头放三八六十四遍的 那个啊 这个阿杰呢 见北盟盯着他的天眼看 估计是习惯了 也不吭声 就这么眼皮搭了着 看着地面 半蹲在地上 身子摇摇晃晃 显然还没习惯 蹲得很不舒服 北盟呢 一边随手翻他的档案 一边就问他 怎么闻的这玩意儿啊 好玩啊 就随便闻的 还洗得掉吗 他呢 没吭气 脸上表情暮暮的 看不出来是什么心思 说吧 怎么进来了 你还别说 这纹身 还真是挺有威慑力的 北盟训了那么多犯人 他是真的头一个 让北盟没法直视他的脸的 只要想盯着他看 眼睛就会不由自主的 被他额头上的天眼吸引过去 可盯着那天眼你看两秒钟吧 你又觉得恶心 真的是太丑了 没办法 只能喝口茶压压惊 假装低头看档案 尽量避免看着他跟他聊天 强奸 判多久啊 12年半 北盟有些吃惊 强奸本身呢 不算是那种特别特别重的刑法 一般三到七年左右居多 十年以上 一定是有非常恶劣的家众情节的 仔细一看 档案上写的清清楚楚 不只是强奸 还是轮奸 算了算他年纪 刚满21岁 加上看守所里面待的时间 恐怕犯案的时候连20都不到 再一看档案里 还有另外一名同伙 比他还小呢 96年生人 犯案时候刚满18 判刑比他还重 长达14年之久 北盟这心里啊 是暗暗的叫好 还好是已经成年了 要不然恐怕一从轻判离 肯定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久的刑期了 说说吧 怎么回事啊 我 我就 他妈我我不该去约那个炮 阿杰舔了舔嘴唇 满脸写着懊恼 那么他们当时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呢 接着说阿杰的故事 阿杰的事情呢 发生在2014年的夏初 阿杰还没从技校毕业呢 但是已经不去上课了 每天呢 就混迹在街边的夜场和网吧里边 偶尔呢 干些小偷小摸啊 抢钱的勾当 被派出所拘留过几次 也都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他是留守儿童出身 父亲呢 在城里打工 小时候被母亲抚养长大 初中的时候 母亲跟人跑了 家里只有一个重病的奶奶照看他 很快就跟着学校外边的一些会会学坏了 高中也没读 随随便便的 却上了一个五年制的技校就了事了 那个时候呢 一款基于附近定位交友的APP 横空出世 很快就流行起来 至于是哪个APP嘛 反正我估计大伙也知道个大差不差 是吧 那某某嘛 是吧 阿杰呢 就跟着那群会会们 人手一个 每天在网吧里边是左滑了右滑了 美其名曰叫撩妹 阿杰呢 也不例外 刚闻了天眼 是那群会会里胆子最大的一个 平时混迹夜场的时候啊 也算是初进风头 毫不掩饰的 把自己那天眼照片就挂在了那个APP上 得意洋洋的在那啊 看人们给点什么小红星啊 什么点赞的 但说实话 这种APP上面啊 你都是看着妹子挺多 其实呢 机器人跟人妖号也多 真正的漂亮姑娘 少少之又少 很多都还是认识的 撩到新妹子的成功率呢 也不大 阿杰玩了一个多月 撩到最后 只有一个还保持着长期联系 就加了彼此的微信 用阿杰的话来说呢 就是跟处对象似的那么处着 那个姑娘跟他呀 算是本地人 同在一个城市 但是呢 在不同的县城 姑娘自称是大学生 在外地读书 说平时啊 查寝室查得严 回不来 一直就拒绝阿杰见面的邀请 直到七月份暑假开始 阿杰才第一次约到了那位姑娘 在他们县里的商业街 见面 说实话 见面以后啊 有点失望 不跟照片里似的那么好看 现在这什么美图啊 美颜呢 太强大了啊 就照片跟本人呢 真是天壤之别 这姑娘呢 有点胖 有点矮 说指甲油涂的那色啊 也不洋气 身上还有一股子劣质香水的味道 而且一开口就跟阿杰要礼物 俩人吃了个饭 看了场电影 阿杰给那姑娘呢 买了件新衣服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 太阳最毒的时候 阿杰的耐心终于被消耗干净了 他就说天太热了 咱们找个有空调的地方吧 姑娘也没抬头 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随口就说 行啊 你听吧 就这样 俩人还真去了一个又凉快又有空调的地方 路边的一家小旅馆 终点房是一个小时四十块钱 阿杰呢 觉得价格有点高 骂骂咧咧的 想换一下 可看那姑娘啊 有点不耐烦的意思了 生怕换一家的路上 姑娘找个借口再走了 那不就到手的鸭子就飞了吗 他呢 就忍痛付了钱 还威胁了老板 说如果房间质量不好 得退钱 一进房间呢 姑娘就提出来 说天气热 得先洗澡 阿杰躺在床上 很兴奋啊 也很忐忑啊 这是他第一次约炮 一般这姑娘一进去说先洗澡 是吧 那后边还能有什么事啊 跟陌生的姑娘见面之后 立刻来了旅馆 嘿 这回头跟兄弟们一说 又得能吹很久呢 他从初中开始混道上 小时候营养不良 身子又虚又瘦 加上反应不快 脑子也不灵活 像打群架呀 或者见血的这种大伙干不了 所以一直没混出个名头来 也就因为这个 一咬牙 花了一千多块钱 给自己纹了一个天眼在额头上 喂的呀 就是出风头 让人一看 嘿 这人真彪 他已经早就不回家了 跟父亲和奶奶都基本断了联系 只有拿生活费的时候 会几个月回去一趟 他呢 也嫌他爸爸给的手 回去一趟拿过来 几天就花没了 所以平时啊 也跟兄弟们一起 赚点不干不净的钱 对他来说 道上就是他的家 兄弟们就是亲人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 等着事后 学着大哥们吹嘘的那样啊 点上一根烟 在群里貌似寂寞的 发着偷拍的照片 装作若无其事的品评一下 这次调到的女人 嘿 美极了 那姑娘呢 很快就洗完了 裹着浴巾就出来了 他催阿杰去洗澡 可阿杰忍不了了 我洗澡 万一凉水多点 给我冲冷静了 怎么办 衣服一扒 直接就扑了上去 事后 阿杰才被姑娘捏着鼻子 用脚踹着 去浴室里边冲了一个走 热水啊 顺着那老旧的花洒 是滚滚而下 呲啦呲啦的 阿杰光着脚 站在浴室的瓷砖上 所有的欲望 消退的一干二净 就剩下满心的疲惫了 他说他那时候还不知道 这玩意儿有个名词 叫闲者时间 他呢 擦了一把脸 从墙上的架子上 拿起手机 本来想拍一张发到群里 可越想越觉得自己亏大了 吃饭的钱 电影的钱 酒店的钱 加上买礼物的钱 一天花销算下来 顶上平时路边叫野鸡的费用 比那还多呢 哎 可这女人呢 还不配合 刚刚在床上的时候 看我的眼神啊 嫌弃里边夹杂着无聊 甚至啊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那女的掏出来手机 开始玩起来 这东西 杀伤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啊 阿杰越想越气 就觉得这种女人呢 我不能白便宜了 他反正已经到酒店了 自己一个睡也是睡 俩睡也是睡 不如把兄弟们都喊过来 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他想到做到 趁着姑娘半裸着 躺在床上的时候 从浴室的缝隙里啊 连拍几张照片 然后发到群里 写着某某酒店206 免费的机 我约到的 想来的 一起来 这群里一看见 可就炸了锅了 阿杰呢 还算有点理智 没发到平时 吹水打屁的 会会大群里 只是发在了 所谓的亲友群 平时七八个玩的 好的兄弟的小群啊 这是一个 那么这群里真有人敢接这茬吗 谁会没头没脑的就跟着过来了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阿杰呀 后来这心里是怎么想 怎么不痛快 怎么想 怎么感觉自己吃了亏了 得了吧 肥水不流外人田 钱都花了 请哥几个享受享受吧 就把照片啊 包括招呼大伙的消息啊 就发送到了他们几个玩的不错的兄弟的小群里边 后来啊 这阿杰跟北盲说 不是因为怕出事 而是单纯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 万一来的人多了 白让外人捡了便宜去啊 钱都我花的呀 看着这群里啊 大伙在那此消彼长的 都在那说 哎呦牛叉啊 哎呦我去 哎呦阿杰玩大发了呀 一片赞誉大拇指啊 这双手抱拳的那那表情啊 一片一片的 阿杰一边冲着热水走 心里啊就有了成就感 他呀 忽然就找到了自己混这么多年道上 最珍贵 也是最让他向往的东西 义气 什么叫义气 好东西跟兄弟们一块分享 不藏着不掖着 这就他妈叫义气 但嘴炮归嘴炮 群里人呢 七嘴八舌 还是把这事给问清楚了 一知道是网上约的 而且没跟人家谈好允许第二个来 就都怂了 让阿杰呢 先问一下 说问问人家 人家要同意了 我们再聚啊 人家不同意呢 那就算了吧 阿杰不屑一顾 有什么好问的呀 就这种女人呢 就是欠收拾 有没有人啊 你们来不来啊 他到底啊还真有胆子大的 群里比他大的 一个赶来的都没有 最后反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96年的 绰号叫小A的 二话不说 蹬着自行车 吭吱吱吱吱就过来了 小A到了房间门口的时候 阿杰正坐在床上 跟姑娘聊天呢 闲者时间逐渐的也消退了 兴致勃勃的准备再来一回 听到敲门声 姑娘倒是先吓了一跳 你去问问是谁呀 结果阿杰走到门口 直接把门打开了 跟小A打了声招呼 就指着床上的姑娘 跟小A就说 你先还是我先呢 小A咧的嘴一乐 怎么了 杰哥 你还能再来一回啊 去你大爷的 老子还能再来十回呢 阿杰嘴上这么说着 但心里啊 犹豫了一下 得了吧 还是意气为先吧 你先吧 我再去冲个澡去 姑娘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尖叫一声 一巴掌 冲着小A脸上就过来了 一边抓着衣服 准备起床 一边指着门 让小A滚 小A啊 本来脑子就不太灵光 脑子灵光的 谁没事 当会会啊 是吧 就这一巴掌给激怒了 反手一拳 把那姑娘砸到床上 硬是脱了裤子 把那姑娘又睡了一次 阿杰跟小A 是在姑娘又哭又嚎又骂的 这个声音里边 勾肩搭背 说说笑笑离开的 阿杰说呀 小A睡完之后 那女的就开始撒泼 张嘴跟他们要钱 一开口就是五千块 小A坐在床头抽烟 咧着嘴在那乐 阿杰呢 也笑嘻嘻的 嘿 老子是嫖你了 还是怎么着呀 凭什么给你钱呢 那姑娘疯了似的 用枕头和被子砸他们俩 他们俩呢 还是嘻嘻哈哈的 也不当一回事 还录像拍照 准备发到群里 在那吹牛呢 八千块 不然我报警 姑娘最后抱着被子 坐在床上 恶狠狠的瞪着他们 给你屁吃了 你还报警呢 切 嘿 哎呦 这阿杰跟小A啊 在那哈哈大笑 俩人就这么一边笑着 一边摔着门 出去吃饭了 他们前脚一出门 这姑娘后脚就打了110 不出三个小时 警察就从网吧里 把正在那玩游戏玩的痛快的 阿杰和小A给靠回去了 小旅馆里边呢 没有登记身份证 但是阿杰的生理特征太明显了 一说 那个额头上闻了个特大号天眼的傻叉 连警察都对这位几次三番被拘留的 老叔客印象深刻 甚至连监控都没掉 做完报案者的笔录之后 调出身份证一查 就发现他在哪家网吧待着了 阿杰说呀 其实那女的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 也干净不到哪去 就是用身体蹭吃蹭喝 骗礼物要钱的 派出所也有那女人的案底 小县城里嘛 很多事情呢 都是能糊弄就糊弄过去 最早的时候 地方警察甚至懒得给两个会会和一个失足女立案 直接让他们私底下调解就算了 结果阿杰不依不饶 老子约个炮 有人好调解的呀 怎么讲话的 警察可不会给他好脸色 指着他鼻子骂了两句 阿杰就蔫了 但是对于那姑娘开口就要八千块的要求 嗤之以鼻 老子一分钱也不会给的 你他妈告老子呀 老子有聊天记录作证的 你请我怨的月炮啊 我凭什么给你钱呢 那姑娘呢 也是很角色 一听这话 当场翻脸 不同意和解 要求以轮奸罪起诉 告阿杰和小A这俩人 由于那姑娘报警及时 案发现场早就采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而且姑娘脸上有伤啊 别忘了小A打了人一拳啊 聊天记录里 不仅没找到他认识小A的证据 反而发现了阿杰在群里喊人来一起睡的话 证据确凿都不足以形容这个案件了 这是铁证如山啊 案件起诉的流程非常顺利 一路走到了法庭上 就像上期节目里咱们说过的 敢在额头上闻天眼的 这不是狠人就是憨憨的 这阿杰呀 见而有之啊 不仅狠而且憨 一直到了法庭上 没有任何畏惧之心 扯着嗓子用家乡的土话 骂那姑娘 顺便带着警察和法官一起骂 骂的是唾沫横飞 法官问他 你认罪吗 阿杰急了 我认你妈 这件货给你们塞多少钱呢 老子就约炮 免费的 警察 你们那法官 你们懂不懂约炮啊 查查就行不行啊 老子犯什么罪了 你凭什么判我罪啊 我我告你们我 后来啊 阿杰给北盲回忆这一幕的时候 说的是轻描淡写的 但卷宗上的记载可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仅连用了辱骂法官 藐视法庭拒不认罪态度恶劣十六个字 并且称阿杰威胁执法人员人身安全 当庭诽谤执法人员名誉 最后判决阿杰有期徒刑十二年半 小A有期徒刑十四年 卷宗上没有写为什么小A的刑期 反而更重一点 但是啊 北盲推测 大概多出来这一年半 就是那一拳头的功劳了 各位好 我是惊喜小炫风 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个 2004年发生在北京的一期杀人案 2004年3月23号的凌晨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74号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院里的 节节舞厅 发生了一起 两死一伤的惊天血案 说到这忍不住又要跑题了 节节 滚石 莱特曼 这三家滴厅啊 记录了多少人的青春呢 今天这个案子 就发生在当年北京滴厅三巨头之一的 节节滴厅里 2004年12月7号 参与这个案件的从犯 王春明 赵丽娟等人 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和三年 但是 真正的杀人凶手王精生却逃遁了 公安部发布了B级通缉令 全国通缉 但是两年过去了 王精生一点不见踪迹 2005年的6月27号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对一起盗窃案的被告人尹松超做出判决 以盗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尹松超入狱服刑之后 和管教的一次谈话 让人大吃一惊 这个名叫尹松超的盗窃犯 就是公安部通缉的B级逃犯 王精生 2005年9月14号 他被押解回北京 2006年12月20号 王精生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 并执行枪决 王精生1978年3月2号 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之后呢 跟随父母定居在北京市海淀区 王精生从小就不爱学习 就喜欢打架惹事 只读完了初一就辍学了 回到家之后 王精生每天游手好闲到处晃荡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也意识到 自己没有学历 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但是可以学一门手艺 他至少得能养活自己 他就去学开车 之后呢 他爸爸一位普通的工人 掏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的下力车 这之后 他就靠开黑车拉活挣钱 2001年的12月 王精生在海淀区白石桥的一家餐厅里 认识了一位服务员叫赵丽娟 赵丽娟当年只有16岁 是河北唐山人 23岁的王精生 那很显然呢 比他要成熟 这个含苞待放的女孩 得到了王精生的垂青 2002年的6月 这俩人就开始谈恋爱了 但是还没好上几天呢 王精生在赵丽娟工作的餐厅吃饭 跟几个军人发生了冲突 咱说过呀 他就喜欢惹事打架 冲突之后 他没占着什么便宜 觉着这面子上过不去 哎呀 这以后我怎么见我女朋友 离开餐厅之后呢 他就回去吹哨 叫来了几个哥们 拿着棍棒啊 铁锹啊 刀啊 回来把这三名军人 都给打成了轻伤 甭管轻伤重伤 你打现役军人 这事就小不了 王精生自己也明白呀 就带着赵丽娟逃到四川 去避风头 但是在那边水土不服 没过多长时间又回北京了 那你回来了 肯定就能找到你 不光地方找你 部队也找你呀 2003年3月20号 王精生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2003年的9月 王精生从看守所里出来之后 把赵丽娟就带到家里边同居了 两个月之后 他又卖掉了那辆二手的夏丽 换成了一辆红旗 继续拉黑火 为了生活方便 他租了一间地下室 和赵丽娟一块住了进去 拉火的过程当中 他认识了同行王春明 俩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赵丽娟也和王春明 以及王春明的女朋友 都成了朋友 这么绕得慌啊 就四个人呢 都成了朋友了 两对 这王精生跟王春明的业余爱好 非常的一致 这俩人呢 都喜欢蹦迪 哎 动辞大辞赖辞够 蹦迪 经常呢 去离他们住处不远的 捷捷地厅 上那去潇洒 这捷捷地厅啊 他实际上的名字是英文字母 这 这 这 俩沟 哎 中文呢 叫捷捷地厅 他们经常上那去 2004年3月22号的晚上 赵丽娟到王春明家和王春明 还有他的女朋友 三个人呢 分着吃了一片赵丽娟带来的摇头丸 然后就奔节节低厅而去 这摇头丸是两天之前 王精生带赵丽娟一块买回来的 到地厅之后 是晚上11点钟左右 王精生开着车 拉着另一位女性朋友 王水琴也到了 三十多岁的王水琴呢 来自黑龙江 齐齐哈尔 他说自己啊 是做粮食生意的 王精生拉活时候认识的 等到和王春明他们会合之后 几个人呢 就点了啤酒 一边喝 一边嗨 这都吃了药了嘛 这时候 来自安徽吴维县的 七个二十多岁的老乡 也到节节这儿来消遣 两拨年轻人 就在这个时候 相遇了 随着那动动动动的音乐节拍 舞池里的王精生和王春明 觉着不带劲 他们几个人呢 跳到音箱上开牛 这时候呢 就是2004年3月23号的凌晨一点钟了 王精生 王春明 王水琴几个人 站在音箱上 一边跳 一边喝 舞厅的保安过来 把他们给劝下来了 音箱上啊 不是不让人跳舞 您不能在那上面喝酒 你撒下来怎么办 那酒瓶子酒杯 砸着人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的 想当年 小旋风年轻的时候 节节的音箱 巴拿拿的音箱 咱们都站上去过 哎 一扭半宿 不累 不困 一直喝 现在想起来 也不知道自己年轻时候 哪来的那份自信 那底下都是人脑袋呀 乌泱乌泱的 我就敢站在音箱上领舞去 可能也是喝多了 这人呢 不同的年龄阶段 他的兴趣 爱好 承受能力 全都不一样 我现在反正不爱去地厅 偶尔呢 陪朋友去那么一回 就觉着里边那 咚咚咚咚的那个骨点啊 就好像是一块板砖 一下一下拍我这脑袋呀 待不了十分钟 我就觉着懵 再喝点酒 恶心了 我就得出来透口气来 十几年前的风采 荡然无存 说回来 王青生他们呢 还是属于那种 不累不困 一直喝的年纪 再加上 药都嗑了药 站在这个音箱上啊 正扭得欢 让保安给劝下来了 他再不服 心里也明白 第一厅里看场子的 还是尽量别惹 下来之后 他有点闷闷不乐 也觉着没面子了 你看我站在音箱上蹦 我在那领舞呢 所有的人都看见我了 你把我撵下来 你这让我多没面子呀 他这儿正郁闷呢 可巧了 有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呢 一边拧的 一边靠近了 正在狂舞的王水琴 凑过来之后呢 伸出胳膊 搂了王水琴一下 正让王青生看见 正郁闷呢 没处发泄呢 他挤过去 一下撞开了 那个瘦高个 您说撞开呀 也就算了 可他正气不顺呢 挥手啊 啪 给了人一大嘴巴 咱们前边说到 那个瘦高的男人呢 在舞池里 搂了王水琴一下 王青生过去 把他撞开以后啊 抽了他一大嘴巴 这人家可就不干了 您说在舞池里 你撞一下 推一把 哪怕你踹一脚 没人看见 这都没事 大庭广众之下 你抬手抽人家嘴巴 这是一种 带有极度 侮辱性质的挑衅啊 那瘦高个呢 也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血气方刚 就跟王青生 支不起来了 好在呢 这瘦高个边上 还有两个朋友 挺懂事 没喝多 一看呢 本来就是自己人不对 张继就劝就拉 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来玩的 别生气 把这瘦高个给拉到一边了 这几个人呢 就是来自安徽无为的张正席 王成国等人 您说 这就已经算是没事了吧 可是王青生不干 他觉着呀 好你个瘦子 你有朋友是吧 我打不成你是吧 他回身上二楼 把包取出来 从里边啊 拿出了一把 一尺多长的尖刀 这把刀 是他开黑车的时候 防身用的 总是随身带着 他拎着刀下楼 因为这舞厅里啊 人挤着人 灯光闪烁 没有人发现 他拿着这么大一把刀 王精生又找到那个瘦高个儿 指着鼻子开始骂 你瘦高个儿也不含糊 你拿刀我怕你嘛 哎 俩人又打起来了 这过程当中啊 王精生拿着尖刀 照着瘦高个儿的前胸 就扎进去了 站在音箱上跳舞的王春明 看见王精生动手了 又朝这个瘦高个儿的脑袋 踢了一脚 之后瘦高个儿 软塌塌的 瘫在了地上 王精生还是不依不饶 拿着刀啊 又朝刚才拉架的两个 瘦高个儿的同伴扎过去 他先扎的是一个 穿着深色西服的年轻人 之后还有一个 穿白衬衣的年轻人啊 他一看 王精生这是疯了 扭头就往节节外边跑 到门口打车 刚上车 王精生抄着刀就追出来了 赶到出租车这儿 先把车玻璃砸碎 然后拿着这刀 就朝里边乱捅 其实这一切呀 发生的都非常的快 瘦高个儿 还有他穿深色西服的朋友 都被王精生给捅死了 逃到出租车里的 穿白衬衣的这个男人呢 脑袋呀 胳膊呀 肩膀中了好几刀 受伤了 几乎是瞬间 王精生就造成了两死一伤的血案 作案之后 王精生迅速打车逃跑 王春明呢 被武厅的报案给摁住了 赵丽娟他们几个女孩 趁着乱 全都逃离了现场 王精生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 他不敢开自己的车 也不敢回家 打车呢 跑到了丰台区方庄附近的一家 他经常去的东北菜馆附近 藏起来了 而赵丽娟呢 因为逃跑的时候太匆忙 没顾得上取包 手机呀 钥匙啊 都在包里 还在节节存着呢 到家之后 赵丽娟请地下室的管理员 打开他们租住的房门 换掉这件满了鲜血的衣服 出门打车 去找王精生 在出租车上 赵丽娟借司机的手机 给王精生打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里 他知道王精生已经安全地逃走了 又返回住处 给他拿了几件衣服 才赶到方庄跟他会合 之后 王精生也换掉带血的衣服 两个人又打车 跑到了大兴区的一家浴池 躲起来 到浴池之后 王精生为了躲避警方的高科技侦查手段 把手机卡拿出来 绝巴绝巴给扔了 他从各种媒体上都看见过 警方呢 可以通过手机卡 给他定位 在这个浴池躲了一个晚上 他们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3月23号的中午12点了 王精生和赵丽娟说 你在这儿啊 等我一下 我出去找点钱 之后呢 他用公用电话 打给王水琴 让他送来了五千块钱 回到浴池之后 王精生给赵丽娟拿了五百 让他回老家躲避一下 不要跟着他了 咱们俩这辈子就先到这儿 你跟着我没有好结果了 我早晚是个死 但是这赵丽娟呢 却坚决要跟王精生一块逃亡 还说呢 你上次不是带我去过四川吗 这回你还带我去四川 我就跟着你 但是王精生啊 也是非常坚决 他就让赵丽娟呢 赶紧回老家 自己马上离开北京 之后他简单的收拾一下东西 头都不回 离开浴室 去长途汽车站 坐上了开往黑龙江 大庆市的汽车 王精生心里边明白 火车站啊 机场啊 这些地方 肯定早就被警方给布控了 但是 北京开往全国各地的汽车站 分布在城区的几十个地方 警方很难出动这么大量的警力 把每一个离开北京的出口 全都给堵上 自己在黑龙江 警方也没有亲朋好友 警方也不会想到他往那儿跑 到大庆之后啊 他是人生地不熟 再加上一口的精片子 非常容易暴露 他就住在一些娱乐场所 尽量避免跟别人接触 但是娱乐场所呢 消费也是非常高的 他身上就那四千五百块钱 没有别的来源 在大庆住了二十多天之后 这手头的钱全都花完了 这时候他也得到消息 公安部已经向全国发布了B级通缉令 全国的挤拿他 一边被通缉 兜里还没有钱 这时候他感到恐慌了 本来非常健壮的身体 迅速的消瘦下来 他决定马上离开大庆 这王精生啊 也是个细心的人 知道灯下黑 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是最安全的 既然公安部已经在全国张网了 那北京必然是个死角 应该是最好的藏身之地 他悄悄地溜回了北京 就藏在大兴区的城乡结合部 一个朋友家里 收留王精生的 是王水琴介绍的一个 叫尹老二的男人 尹老二也不务正业 结婚时间不长 媳妇就跟他离了 带着女儿走了 王水琴呢 让王精生管着尹老二叫姐夫 姐夫还真不赖 在大兴租了一间小房子 让王精生悄悄地住了进去 回到北京的王精生 不敢跟自己的亲友们联系 王水琴已经给他五千了 不可能继续给他钱 很快的 他就毛肝转静 蹦字没有了 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住人家的 王精生也觉着不好意思 但是又非常的无奈 尹老二看他实在是没钱了 就跟他说呀 你这么下去呀 也不是个办法 走 我带你找点钱花 王精生混的是毛肝转静 兜里没钱了 尹老二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要带他出去找点钱花 说完呢 拿出一把钥匙一样的三角工具 尹老二说 这是王水琴给他的 将来呀 也是你混饭吃的家伙 我带你出去试一把 以后可就得靠你自己了 那一天的深夜 尹老二开着租来的桑塔纳 带着王精生来到北京奥提中心门口 找到一辆轿车 在那个后备箱那用那工具 左拧右拧 不到一分钟 后备箱打开了 从里边偷出了一个包 回到桑塔纳 他们从包里拿出来四千块钱现金 尹老二给了王精生一千 之后他们又来到朝阳区三里屯酒吧街偷了一把 这把更大 得了两万多块钱的现金 但是尹老二没给王精生分 王精生这心里啊 也没什么不平衡 人家都收留自己这么长时间了 应该为人家做点什么 再说了 自己就是一个四处逃亡的杀人犯 还能怎么着啊 从一个拉黑活的司机变成杀人犯 最后沦落成为一个靠盗窃轿车后备箱的毛贼 王精生很无奈 但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生存下去 在逃亡的那些日子里 王精生经常从噩梦当中惊醒过来 起来之后一身的汗 本来一百七十多斤的体重 不到半年就剩一百二十多斤了 从2004年3月23号 杀人逃亡大庆又回到北京 王精生一直藏匿在大兴区的出租屋里 到2004年11月份 眼看着天啊越来越冷了 王精生这时候才敢出门 但是呢 他不敢打正规的出租车 他怕让出租司机认出来 只能打一些黑车出门 因为他本身拉过黑活 知道这黑车司机一般不问乘客的事情 那些通缉令呢 也不会发到他们手里 相对就比较安全 在打黑车的过程当中 王精生认识了开黑车的尹松超 23岁的尹松超就是大兴人 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 有一回啊 王精生发现尹松超的户口本放在车上 他灵机一动就说 哎 我正办出国手续呢 但是我没北京户口办不了签证 你这借我用一下 用你名 我办张身份证 行不行 大大咧咧的尹松超啊 也没在意 王精生当天就拿着他的户口本 到派出所 冒用尹松超的名字 办了一张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名字信息都是尹松超的 但是照片却是王精生的 时时刻刻小心翼翼的王精生和尹老二都知道 如果继续在北京以同样的手段撬后备箱 迟早会落入到警方的手里 到那时候 王精生杀人的罪行啊 很容易就被发现 如果他们到外地呢 即使被抓住 警方只能按照身份证上的名字进行查证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乎 2005年3月8号 王精生和尹老二来到了江苏省昆山市 4月2号的晚上 他们撬开一辆桑塔纳 却只偷到三百块钱 跟一个数码相机 三百块钱呢 对于他们俩来说 这是杯水车心 到这俩眼一抹黑 住店吃饭 什么都得花钱呢 这时候 尽管揣着尹松超身份证的王精生 不再担心身份暴露 但是以他的性格 他宁愿做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 也不愿意当一个小偷小摸的毛贼 与其长期当小偷 吃上顿没下顿 那不如干脆进监狱呀 里边管吃管喝 还更安全 没人查我了 这就是王精生突发奇想啊 他琢磨着 自己一年来的逃亡经历已经说明 越是危险的地方 他就越安全 如果自己犯点小罪 再冒用尹松超的名字 住进昆山的监狱里 那北京的警方怎么也想不到吧 这么一来 既逃避了警方的追捕 又不用提心吊胆的 在外边四处的躲藏 监狱里有吃有喝 这是自己最好的去处啊 他是这么想的 他也是这么干的 2005年4月4号中午12点 王精生来到昆山市 玉山镇政府的停车场 在众目睽睽之下 撬开了一辆桑塔纳的后备箱 这后备箱里呢 没钱 没包 只有四条硬中华烟 王精生也顾不得许多了 拿起烟就走 他还含糊 就这几条烟够盼不够盼 能进去吗 他干这一切呀 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着周围的很多群众 说他是贼 没人信 大家伙以为他是撬自己的车呢 钥匙丢了 王精生夹着烟 大摇大摆的往外走 没人拦他 王精生就觉着 要坏 我这都要走出去了 他也不能冲人群喊 我是贼 那车不是我的 这烟是我偷的 他不能这么喊 到时候警察不得问 怎么回事 再露了馅 弄不好 送精神病院了 进不去监狱 集中生智 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 他不走了 甩开俩脚 开始跑 夹着烟 开始跑 周围的人 这才回过门来 马上从四面八方 是包抄过来 再加上 这王精生 本来就是想被抓现行 他没想真跑 出去不到二百米 就被群众扭送到了派出所 在锁里 他知道了 这回盗窃的四条应中华 价值一千六百八 太少了 为了增加四季的刑期 他把四月二号 跟尹老二盗窃的那三百块钱 还有数码相机的事 全都说出来了 你这么一来 他盗窃的数额 四千八百九十九块了 可以构成盗窃罪了 当然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来的是 尹松超的身份证 他就被当作尹松超 抓进了昆山市看守所 2005年6月27号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一审以盗窃罪判处 他有期徒刑 一年零两个月 如愿以偿的进了看守所 王精生的心里 这一块大石头 才算落了地 被判刑之后 他余下的刑期 不到一年了 按照规定 就留在看守所里执行 他本以为 这样就算万事大吉了 但是他没想到 他冒用尹松超犯下盗窃罪 判决之后啊 是要通知户籍所在地的 执法机关的 昆山市人民法院 把这个判决书啊 送到了北京市 大兴区的执法机关 大兴的公安机关一查队 不是啊 尹松超没离开北京啊 天天就在大兴开黑车呢 他们赶紧把这个情况 又反馈给昆山市人民法院 2005年8月2号 昆山市人民法院 向市看守所 通报了尹松超的 个人信息资料 存在疑点 第二天一大早 昆山市法院 和看守所的相关人员 联合审问王精生 但是王精生一口咬定 我就是尹松超 你们让我说什么呀 我就是尹松超 怎么问他 他都是这么一句话 昆山市警方 只好联系北京市公安局 查询有关尹松超的 个人资料 在查询 北京户籍老板的信息系统当中发现 的确有一名常住人口 叫尹松超 并且与在押的尹松超 个人资料相吻合 但是 在新版的查询系统当中 却发现了两名尹松超 身份证号一样 也都住在大兴区 但是具体的居住地点不一样 警方调出了尹松超 家庭成员的详细资料 并且跟在押的王精生 一一核对 你说吧 你爸爸是谁 你妈妈是谁 都多大岁数 之前在哪上班 王精生一下就麻转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啊 但是呢 他毕竟是在逃的杀人犯 不能承认 就是尹松超 你问我别的我不知道 但我确实是尹松超 这时候啊 警方已经确定了 他是个理鬼 他到底是谁 犯过什么事 这些还得审上一审 把他从集体号 改为单独关押 看守所的领导 当着他的面 指着审查他的警察说 不查出这个尹松超是谁 你和尹松超 都不许从这出去 领导走了之后 审讯的警察跟王精生说 你啊 别扛着了 我们呢 马上就把你的照片 传回北京了 一查都能查出来 你是谁赶紧说 是不是犯过别的事 啊 现在说 还能算你是坦白 算你自首 法律有规定 从轻判 你等那边查出来 你再招啊 那可就不算坦白自首了 你自个儿琢磨 王精生 一后背都是冷汗 他没想到 自己精心设计的躲避计策 会百密一书 聪明反背 聪明悟啊 琢磨了半天 把自个儿给玩进去了 他心里还想抵抗 但是他也明白 照片传回到北京之后 那分分钟就查出来了 自个儿什么身份呢 经过思想斗争 还有警官们的劝说 2005年8月3号下午1点 王精生终于交代了全部罪行 昆山市看守所的警察 也是吓了一跳 谁也没想到 这个撬后背箱的小毛贼 竟然是背着两条人命的公安部 B级通缉犯 马上就跟北京取得了联系 2005年9月14号 北京警方把王精生押戒回京 王精生在潜逃的过程当中 尽管办理了假身份证 尽管躲进了监狱 但是最终还是被抓捕归案 从大庆到北京 再到昆山市看守所 逃亡了一年多的王精生 一直认为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但是他忘了一句话 罚网 灰灰呀 2006年6月6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王精生故意杀人案 王精生是累犯 又在杀人之后潜逃 他熟悉法律 知道自己存在坦白从轻的条件 但是持刀行凶 致两人死亡 所犯的故意杀人罪行 极其严重 而且自首缺乏主动性 法院对王精生所犯的 故意杀人罪 不予从轻处罚 一审判处王精生死刑 2006年12月20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王精生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盗窃罪 判处王精生有期徒刑6年 决定执行死刑 同时 判决王精生 赔偿三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经济损失 共计人民币 41万多元 2006年12月20号 王精生 在北京 被执行死刑 2006北京 节节低厅血案 全文完 各位好啊 我是惊奇小炫风 以为我又要打小广告了吧 错了 不打小广告 感谢一下各位 大家的评论呢 点赞呢 都是数目非常的多 我有一点啊 回复不过来了 现在平台啊 可能也是在调整 回复留言的功能 还有bug 以至于呢 现在回复评论 每天都得占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 我觉得把这时间腾出来 给各位多录量级 用实际行动 表达一下感谢 鞠躬 感谢观看